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健康专业 文化弱智 文化弱智 文化你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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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你不懂 文化你不懂 决选是经出席面谈委员充分讨论后 经三分之二委员 投票同意 领选出最终一到二名候选人 并推荐给柯文哲市长 及其市府团队做最后决定 一到二名候选人 所有外界都会质疑说 为什么突然增加到三名 可作为一个临选委员的话 在当时觉得这样没有问题 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可比早来替他当幕僚 替他当顾问的 从一到二名增加为三名 在事前 在投票之前 有经由全体临选委员的同意 所以所有临选的委员在当时认可这一项权益 但是没有临选委员同意 不经过三分之二的人 可以送到柯文哲面前 没有 这件事情没有经过讨论 你如果说好 9.3333333 太难除了 我们四折五入好不好 9名好不好 这个是要经过讨论的 在当天没有经过讨论 没有经过决议 李明聪一句话就把大家混过去了 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 让我们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也违反了这个柯市府 柯平公布的临选办法的精神 一 立即我们决定 我们要求 一 立即公开决选圈证件 以及其他资源公开证件者的参选者 让公众审视证件 第二点 公开面谈会议表决经过 以及公布临选委员的投票顺序 也就是说 当初的不记名投票 我们想知道哪些是所谓的亲定人马来护航的 三 临选委员与文化市政顧问相继退出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欲请在这样的文化举展临选过程 需要重新表决 第四点 若柯市府团队对此项重大的缺陷一意孤行 义文界将长期组成理智阵线 我们在整个程序 他必须要对林权委员会的尊重 而且林权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各方的训言 推举出来的这个人选我们进到这个 现在林权委员承认有错 要不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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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开放政策 这是实实吗 这个是林权委员会是不是有一些 他们整个程序上的这些研讨规定 不要随便建格 就这个科办来讲 他也不宜去介入林权委员会 整体的一个林权过程 要不然我刚才质疑的说 有谁去关缩啦 有谁去关切啦 没有关缩的都变成是关缩啦 那这个序国会有会议记录吗 说投票的状况 会议记录 据我的了解也是 林权委员会的成员自己在做 可以提醒科奔公布 在林权会议的时候 是不是他的秘书有打来 我跟他讲话话 我们有知道这个票数吗 最起码我个人不知道 副市长 那现在票数明显是有错 他们说没有到达三天之二这个部分的话 那我们要退回程审吗 还是你觉得说尊重他们就没有感应 就说我们在这个承报的工作小组 并不是会去干涉林权委员会的规范 那现在已经发现有问题了 那会退回去 现在对这个承报的工作小组 就没有产生任何问题 现在是大家在事后 在做这些探讨的时候 提出这些意见 那可是整体送到这个工作小组 那个时候工作小组也探讨过 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问题 所以不打算去面对调整他们吗 这样的抗议会认为说他是瑕疵需要纠正吗 所以我刚才跟各位报告 多元的社会多元的声音我们都会尊重 谢谢大家